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仿佛成了致命毒药 医生 我听说胃经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不仅会让人变傻 甚至还会致癌 这是真的吗 难道胃经真的是害人精吗 前两天一个患者来医院检查的时候 向医生提出了上述的疑问 原来是他听到朋友说 吃胃经吃多了对身体有害 不仅会使人变傻 还会致癌 难道这是真的吗 我们都知道 胃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款调味料 它能够达到提味的效果 使我们的饭菜更加鲜美 但是近年来 我们听到关于胃经的传言也越来越多 数据显示 我国胃经的消耗量 已经从2013年的114.6万吨 下降到了每年近80万吨 伴随着胃经市场需求量的不断缩减 胃经企业也逐渐衰败 这头 国人在抵抗胃经 而另一边的韩国 却也有人沉迷吃胃经 韩国男子38年吃掉 2774千颗胃经 有名男子是韩国人 他有一个奇怪的癖好 喜欢吃胃经 长达38年里 他每天必须要吃掉200克的胃经 就算喝水 也要放点胃经来调味 男子表示 这辈子吃到最美味的东西 就算胃经 如果不能每天吃胃经 人生要多么寡淡无趣 有个视频画面显示 男子与某位同事一起共餐 男子在自己饭菜 加了三勺味精 又在米饭里拌入了一勺 节目组的摄影小哥不太相信 男子会以这种方式 食用大量味精 在拍摄视频过程中 自己上去尝了一口 男子碗中的饭菜 只见小哥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 可见 该男子食用的 正是调味品中的味精 男子表示 自己是在三十八年前 无意中发现这样的美味 有一碗 自己喝醉了 原本想给自己弄一杯糖水 没想到错把味精当成了白糖 喝下之后 从此味觉的新世界被打开 那日起 男子便开始每天使用大量味精 每天两百克味精 三十八年 那可是足足吃掉了 两千七百七十四千克的味精啊 多么可怕的一组数字 味精是不是害人精 味精是日常生活中 非常常见的调味品 但近年来 关于味精对身体有害的争议不断 让不少人想吃又不敢吃 但事实又是怎样的 味精到底是不是害人精呢 味精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专家解释道 味精的主要成分是骨氨酸呢 它是由一名日本科学家 通过蒸发大量的海带汤得到的 骨氨酸是组成蛋白质的 二十种氨基酸之一 其实在很多天然食材中 都存在着大量骨氨酸 所以它本身并不是什么有害物质 但是 以蛋白质形式出现的骨氨酸 不会在味道上产生影响 只有游离的骨氨酸 才会呈现骨氨酸盐的状态 而产生出五味之上的另一种味道 鲜 现代产品工艺中 通过从玉米、海带、小麦等天然食物为原料 经过发酵或生物工程技术制取 就可以提取出骨氨酸 经过提纯后得到味之素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味精 可以说 味精的生产过程与酱油、醋相似 都是发酵的结果 并没有添加什么化学原料 味精有害论来自哪里? 味精最早的抨击人是美国人 1968年 当时一名美国医生 在旧金山的中餐馆吃了一顿饭 饭后觉得手抖及脸颊发热 他将这个经历写成论文 并称这种症状为 中华餐馆综合症 发病的主要原因就是 中国厨师在菜肴里添加大量味精 一听到是病原来自东方 西方媒体可起劲了 大肆宣传说味精有害 从此之后 味精被戴上了有害的黑帽 味精致癌 让人变傻是真的吗? 除了中餐馆综合症 味精还被传具有致癌性 味精加热到120度以上时 可能产生胶骨氨酸钠 这种物质有毒性 可致癌 这个说法的前半句没毛病 骨氨酸钠在上升到一定温度时 确实会产生化学反应 但专家说 即使多了个胶字 它对人体依然是安全的 不仅毒性极强 而且不会致癌 其实骨氨酸钠在日常生活领域 都有广泛应用 比如 把骨氨酸钠加入化妆品中 可以起到乳化和保湿的作用 长期吃味精 会对人体有哪些危害? 通过以上的证据 似乎种种迹象都指明 胃经非常安全 但其实大量吃胃经 对人体也会造成伤害 我们都知道 过量钠摄入引起水铸流 细胞外液增加 导致新输出量增加 使血压增高 胃经和盐一样 都含有较多的钠元素 大量的食用反而可引起高血压的发生 另外 骨氨酸在脑组织中经过酶催化 可转变成一种抑制性神经地质 当人体各种神经处于抑制状态 人体就会出现 眩晕 头痛 嗜睡 肌肉症软等一系列症状 胃经到底能不能吃 怎么吃 说了这么多 胃经到底能不能吃啊 能吃 1995年 FDA就已经表明 胃经属于安全的食品添加剂 我国也通过相应毒理学实验 得出了食用胃经是安全的 只是胃经的本质还是一种纳盐 食用过多 也会有纳摄入过量的风险 毕竟胃经的作用只是提鲜 无需大把大把地加入到菜肴里面 胃经和鸡经哪个好 在调味料大菌中 与胃经平起平坐的也只有鸡经了 在各大超市的货架上 我们会发现 大部分鸡经的包装盒上 都形象地画着一只大肥鸡 旁边标注着一句话 由上等肥鸡制成 鸡经真的由鸡肉制成的? 当然不是 这只是商家宣传的一种噱头 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 其实 味经和鸡经本质上的差别并不大 鸡经的主要成分还是味经 另外添加了盐、糖、淀粉、胡筋等成分 或者是鸡肉粉、鸡骨粉、鸡蛋提取物等 因此 鸡经和味经没有熟油熟裂的区别 选择食用哪一种 看个人需求而已 食用味经时 要注意这几点 1.不要放太多 高纳饮食对健康有不利的影响 烹饪时 添加0.2克左右的味精 就可产生足够的鲜味了 放得太多 反而让人觉得口干 2.味经在常温下不易溶解 在70到90度时溶解最好 而温度过高 又会失去味道的鲜美 所以放味精最好的时候 是菜品将要出锅时 3.烹饰含酸性、碱性强的食物时 不宜使用味精 味精预减 会合成骨氨酸二钠 会产生氨水臭味 自制味精更健康 如果对市面上购买的味精不放心 可以尝试自制味精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虾皮、干香菇 鸡胸肉、白砂糖等 取虾皮100克 鸡胸肉100克 干香菇30克 白砂糖20克 先把鸡胸肉蒸熟 晾凉之后 用手撕成细条 然后放进微波炉里烤干 虾皮和干香菇洗净之后 也放入微波炉烤干 接着将鸡胸肉 干香菇、虾皮 一同放进粉碎机打碎 最后加入白砂糖即可 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味精的鲜味了 即使你完全不用味精 它也会存在于我们的各种调料中 所以只要适量 就可以放心地吃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